这天,吕破奇案的东京警探山下右京接到了一份奇怪的委托 委托人是已经退休的前警员老贾 老贾退休前是警局的画像师 主要职责就是根据目击者的描述 画出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退休后,嫌不下来的老贾继续发挥余热 替一些逝者免费绘制明婚像 所谓的明婚像就是死者的婚纱照 定制这种画像的人都是子女早妖的可怜父母 这些父母期盼自己的孩子在死后的世界里 也能顺利长大,找到伴侣,获得幸福 所以会聘请老贾这样的画师画出子女结婚时的模样 前段时间,老贾就替一名逝去的女孩画了一张明婚像 女孩名叫小爱 13年前的冬天,年仅10岁的小爱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离奇失踪 警方反复搜寻无果后,推测小爱已经遭人杀害 悲痛欲绝的小爱父母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多年来,夫妇俩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女儿 可惜一直没能找到任何线索 不久前,两人终于接受了女儿已死的事实 这才找到老贾,让其帮忙画了一幅女儿的明婚像 以记哀思 老贾非常同情这对夫妇 他根据小爱10岁时的照片 想象出对方成年后的容貌 然后精心绘制出小爱身穿婚纱的样子 小爱的父母很喜欢这张画像 将其视若珍宝 对于老贾来说,这件事极为普通 本该就此结束 可离奇的是,他昨天在路过小爱家门口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他们家多了一位年轻姑娘 而这个姑娘竟然跟画像中的小爱长得一模一样 老贾的第一反应就是小爱没有死 对方时隔多年回到家中 按理说,他的父母一定会将此事告诉警方 可老贾在跟警局前同事打听后发现 小爱父母并没有将失踪女儿回来的消息通知警方 更让老贾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小爱成年后的结婚像是其凭想象画出来的 无论他的想象力如何丰富 画像和真人也不可能一模一样 可成年后的小爱却真的跟老贾画的画像分毫不差 这怎么可能呢 所以老贾想委托佑金调查一下这件怪事 如此离奇的事情果然引起了佑金的兴趣 他和搭档冠成直接来到小爱家中 发现这个家里真的有一个长得和画像上一样的年轻姑娘 对此,小爱的母亲爱太太解释称 家里的这个姑娘并不是小爱 而是小爱的表妹姚姚 姚姚只是来自赞助一段时间 至于姚姚为何长得和老贾画像里的小爱一模一样 爱太太认为应该只是巧合 毕竟姚姚和小爱是表姐妹 两人容貌相似也很正常 爱太太这个解释自然打消不了两名警官的疑惑 在回到警局后 又经核实了爱太太的证词 发现小爱确实有一个表妹叫姚姚 但姚姚很小的时候 就随父母一起定居国外 出入境管理局 近年也没有姚姚的回国记录 也就是说 小爱家的姑娘根本不是姚姚 既然如此 这个跟明婚相上容貌一样的女孩 到底是谁 而爱太太又为何要对警方撒谎呢 就在佑金心中的疑问越来越多的时候 警方接到了一起报案 一位名叫吉野的30岁独居宅男 被人杀死在自己家中 发现尸体的人是吉野年迈的奶奶 法医实现结果表明 吉野的死因是遭人用剪刀 从背后刺中要害身亡 死亡时间大概是在一周之前 现场除了留有一根疑似女人的黑色长发外 并没有其他线索 不过警方在吉野家中 发现了小爱明婚相的打印板 为了方便失去孩子的父母 替自家过世的子女挑选合适的明婚对象 老贾在征得家属同意后 会将自己画的明婚相电子版 上传到社交媒体上 因此吉野下载并打印小爱的画像并不奇怪 但问题在于 吉野打印这张画像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幼金隐隐有一种预感 那就是这个一周前遇害的吉野 跟13年前失踪的小爱 以及小爱家中出现的神秘女孩 三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为了验证自己的预感 幼金翻看了小爱失踪案的卷宗 并在其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细节 13年前的案发当晚 小爱放学后迟迟没有回家 爱太太因为担心女儿出事 便独自出门寻找 在找到一处铁轨附近时 爱太太突然想起来 小爱当天去上学之前 曾说自己帽子落在了学钢琴的琴行 爱太太有此猜测 女儿可能去了琴行取帽子 就在爱太太准备前往琴行的时候 突然看到铁轨对面 有一名鬼鬼祟祟的可疑男子 手里还抱着小爱同款的红书包 爱太太本想追过去查问 结果被一列及时而过的火车阻断去路 等火车经过以后 可疑男子已经不知所踪 对方刚才抱着的红书包 已被丢弃在边上的垃圾堆里 经过爱太太的检查 红色书包正是小爱的物品 也就是说小爱很可能是遭人绑架 而爱太太见到的那名可疑男子 或许就是绑匪 根据爱太太的描述 老贾当年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警方随后又根据这张画像 抓捕了一个名叫熊一的猥琐男子 熊一有非法求情少女的前科 但在面对警方审讯时 这家伙适口否认自己绑架过小爱 并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由于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 最后只能将熊一无罪释放 并认为是爱太太因为过度紧张 记错了嫌疑人的长相 小爱失踪案也因此成了一桩悬案 如此看来 作为警局画像师的老贾 当年也参与了小爱失踪案的调查 可老贾在委托幼金查案时 并没有提及这段往事 这让幼金总觉得 老贾是在刻意隐瞒此事 就在幼金陷入思索之际 警方对吉野遇害案的调查 也取得了进展 死者吉野和13年前失踪的小爱 素不相识 两人唯一的交集是一家秦航 13年前 尚在读高中的吉野和小学生小爱 都曾在这家秦航学情 小爱失踪后不久 原本成绩优异的吉野 不知为何突然辍学 此后就一直宅在家中不肯出门 幼金的搭档冠成据此推测 吉野在学情期间应该见过小爱 并对这个小女孩产生了变态的好感 于是就寻击绑架了对方 将其囚禁在自己家里 一周前 已经长大成人的小爱 寻击杀害了吉野 然后逃回到自己家中 由于小爱身负杀人罪行 所以爱先生和爱太太 才没有将女儿回家的消息通知警方 并谎称小爱是其表妹瑶瑶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 幼金和冠成决定分头行动 冠成再去详细检查一下 死者吉野的住处 看有没有地下室 密室以类的隐蔽空间 幼金则来到吉野和小爱学情的秦航 寻找线索 秦航的老板娘兼兽刑教师秦夫人 是一位风韵游存的中年女性 幼金抵达秦航的时候 秦夫人正在手把手教授一名小男孩弹琴 对方在交情时的姿势 显得过于轻逆 这让佑金感觉十分别扭 秦夫人随后告诉佑金 吉野和小爱确实都曾在这里学过琴 不过由于她的钢琴课都是一对一教学 而且每天只教一名学生 所以吉野和小爱应该不会在钢琴课上遇到 至于两人课下是否相识 秦夫人表示自己不得而知 毕竟她跟这两个孩子也并不算很熟悉 佑金一眼就看出秦夫人是在撒谎 因为她刚才就注意到 这家秦航的墙上贴着很多秦夫人和学生的合影 其中有几张照片中 秦夫人都带着一条手工编织的手环 而吉野在死亡时 手上也带着一条一模一样的手环 两条手环很像是情侣款 可见这个秦夫人和吉野之间的关系绝不简单 就在佑金思考要不要揭穿秦夫人的谎言时 搭档贯成打来了电话 贯成在吉野住处并没有发现地下室 密室一类的隐蔽空间 不过她在吉野家的神龛里 找到了一只可疑的粉色针织小手套 上面绣着小爱的昵称 为了确认小手套是不是小爱的物品 佑金和贯成又赶到小爱家中 爱太太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手套 因为这是她亲手所知 绝不会搞错 这就似乎验证了贯成的推理 既然吉野家中藏有小爱的私人物品 这说明吉野很可能就是绑走小爱的真凶 然而 当佑金拿出吉野的照片给爱太太辨认时 爱太太却完全不认识吉野 可根据小爱失踪案的卷宗资料记载 爱太太曾经隔着铁轨见到过凶手 而且根据她的描述 警局里的画像师老贾 还画出一张嫌疑人的画像 警方根据这张画像 抓住了猥琐男熊一 但熊一又有着完美的不再呈证明 警方当时认为 是爱太太因为过度紧张 记错了嫌疑人的长相 想到这里 佑金又拿出那张嫌疑人画像 让爱太太确认当年隔着铁轨看到的男子 是不是画中人 谁知爱太太只看了一眼画像 就突然感到不适 随机瘫倒在地 旁边的爱先生慌忙给妻子叫了救护车 随后爱先生告诉佑金和冠城 爱太太在四个月前就被查出癌症晚期 如今最多只剩下两个月寿命 所以爱先生恳求警方 不要再纠缠小爱失踪的痛苦往事 让他的妻子在平静中度过最后的时光 此外爱先生还告诉佑金和冠城 爱太太当年并没有看清嫌疑人的容貌 这张模拟画像 其实是警局画像师老贾自作主张画的 爱先生无意中抖出的这个线索 让佑金和冠城都大感意外 两人很快找到老贾质问 老贾坚事已至此 正好承认 自己当年确实是照着猥琐男熊一的样子 伪造了模拟画像 在老贾看来 有着非法囚禁少女前科的熊一 是小爱失踪案的重大嫌疑人 所以他觉得警方只要抓住熊一 就能在审讯中套出更多证据 谁知熊一居然在案发时 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使得老贾的计划功亏一篑 此外 老贾还告诉佑金 自己在一周前 接到过一个神秘男子的奇怪电话 男子在电话中承认 是自己杀害了小爱 并将尸体掩埋在一处小树林里 他还告诉老贾 最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 无意中看到了老贾画的小爱明昏像 正是这张画像让他幡然醒悟 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感到懊悔 最后 男子在电话里喃喃自语 如果不是因为他 小爱应该能成为最美丽的新娘 所以他现在决定 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老贾起初以为 这通电话是个恶作剧 根本没有当回事 但此后的几天里 神秘男子说的话 在他心里挥之不去 他也鬼使神差地跑到小爱家中查看 结果见到了那个 和明昏像中一模一样的年轻女孩 老贾感到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 这才向佑金求助 委托对方调查此事 不过由于担心自己当年 伪造嫌疑人画像的事情曝光 所以又对佑金隐瞒了部分实情 佑金听完老贾的叙述 立即调取了对方的通话记录 发现给其打电话的人 果然就是吉野 警方随即调动大批警力 对吉野家附近的树林 进行了搜索和挖掘 最终找到了一具 疑似孩童的骸骨 法医经过DNA比对 确认死者正是13年前失踪的小爱 骸骨多处骨折 像是滚落楼梯造成 既然小爱已经死亡 那么杀死吉野的人又是谁呢 而小爱家的年轻姑娘又是何人 佑金将所有线索 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 终于有了一个大致的结论 随后 她带着贯程来到秦行 找到老板秦夫人 并说出了自己的全部推理 小爱在遇害时 吉野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以其一个人的能力 几乎不可能做到 神不知鬼不觉的杀人埋尸 所以她应该还有一个帮手 这个帮手就是秦夫人 在第一次见到秦夫人时 佑金就敏锐地察觉到 这个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 似乎非常喜欢年少的男孩 当年的吉野 应该就是秦夫人的交往对象之一 案发当晚 放学后的小爱 跑到秦行取自己帽子 结果无意中 撞破了秦夫人和吉野的私情 小爱因此吓得落荒而逃 吉野担心丑事败露 赶忙追了上去 结果致使慌里慌张的小爱 滚下楼梯摔死 事后 吉野在秦夫人的指导下 将小爱的书包 丢进了路边的垃圾堆 伪造出了小爱在放学回家路上 遭坏人绑架的假象 接着 秦夫人驱车带着吉野 到小树林掩埋了尸体 这使小爱意外摔死的愧疚 从此开始折磨着吉野 不久 他就辍学宅在家里 这一宅就是13年 大约一周前 吉野无意中在网上 看到了老贾画的小爱明昏像 正是这张画像 让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所以吉野才给老贾打去电话 倾诉了自己的罪行 或许 他还联系了秦夫人 想要跟对方一起去自首 但心思歹毒的秦夫人 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为了继续保守秘密 他寻机杀死了决定自首的吉野 在说完这番推理之后 佑金表示 想要验证自己的推理非常简单 警方在吉野家中 发现了一根疑似女星留下的黑色长发 现在只要将这根头发 和秦夫人的头发 做一下DNA比对 就能证明秦夫人到过案发现场 面对佑金严密的推理 和案发现场的铁证 秦夫人也就不再辩驳 只得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很快遭到警方拘捕 案件之死 似乎已经真相大白 但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开 那就是 既然小爱早就死亡 那么 小爱家中的年轻女孩 到底是谁呢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佑金和冠诚再次来到小爱家中 直接找到年轻女孩当面质问 由于此时 爱太太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年轻女孩便向两名警官 坦白了一切 原来 年轻女孩确实不是 爱太太口中的小爱表妹姚耀 而只是一个跟爱先生和爱太太 毫无关系的路人 她的名字叫秦香 不久前 秦香邂逅了爱先生 爱先生错将秦香 当成了自己失踪多年的女儿 因为她和老假化的 冥婚像中的小爱 几乎一模一样 在确定认错人之后 爱先生请求秦香帮一个忙 那就是 假扮自己女儿两个月 陪伴自己身患绝症的妻子 度过最后的人生时光 由于担心妻子发现女儿回家后 会跑去警局校案 从而暴露秦香的真实身份 爱先生只好跟爱太太谎称 女儿是从绑匪手中逃出来的 此前被囚禁折磨了整整13年 由于不想再回忆 这13年所受的痛苦 所以她希望 母亲不要报警 就让她以表妹瑶瑶的身份 在这个家里生活 信以为真的爱太太 这才跟警方说了谎话 这起扑朔迷离的案件 到这里才算真相大白 在诱惊的建议下 警方最终决定向爱先生和爱太太 暂时隐瞒小爱已死的事实 好让爱太太安心走完 人生的最后时光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推理神剧 相棒中的经典案件 明婚相 跟我们此前解说过的 预知死亡的漫画家 边界线 奇怪的自杀者 等相棒故事一样 这也是一个开局极度离奇 真相又令人动容的 探案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包括警方在内的几乎所有角色 似乎都有撒谎的行为 但并不是每一个谎言 都是为了存心欺骗 这让田城想起前不久很火的国产片 《万里归途》中的一句台词 有时候不说实话的人 也要承受很多 回头来看今天的这个故事 仔细想来 其实最不容易的角色 是那个没什么存在感的爱先生 唯有他扛下了所有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聊到这里 喜欢悬疑推理 犯罪了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鼓励 下期见